1970年的跨年夜,命案频发的英国牛津市卓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这天夜晚时分,下班回家的酒吧女招待莫莉在走路回家时 为了抄近路,决定从一座桥下穿过 谁知,她刚走到桥下,就被躲在暗处的一个黑影钉上 第二天一大早,经过的路人发现莫莉已沉失于桥下 法医的事件结果表明,莫莉是被人扭断脖子致死 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莫莉身上没有遭受侵犯的痕迹 其随身携带的钱包则不一而非 她的死看上去只是一起普通的抢劫杀人案 这起案件本由在城门警局供职的摩斯警长负责 但摩斯此时正在水城威尼斯度假 因而查案的工作全都落到了摩斯的同事兼老上司四叔身上 经过走访调查,四叔很快锁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此人是死者莫莉的男友卡尔 莫莉生前从未与人结怨 而案发之前,他曾与男友卡尔发生过激烈争吵 理由是卡尔怀疑莫莉令结心欢 尽管卡尔失口否认自己跟女友的死有关 可是四叔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 还是从这小子身上闻到了罪犯的细细 所以仍然把他当成了头号嫌疑人 只是目前尚未掌握卡尔犯案的证据 暂时无法将其收押 案件的调查也因此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摩斯从威尼斯度假归来 他在看完案件资料后 发现这起案件存在三处疑点 第一,莫莉虽然是遭人扭断脖子致死 但他的脖子侧面还留有一道清晰的勒痕 通常情况下,同一名凶手不太可能使用两种方式杀人 而且,凶手扭断脖子的手法十分干净利落 不像是初犯 既然如此,莫莉的脖子上怎么会还有一道勒痕呢? 第二,有目击者在案发后的第二天晚上 曾听到有一名男子在案发现场吹着欢快的口哨 摩斯不得不怀疑,吹口哨之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因为相关研究表明 很多心理变态的罪犯都喜欢重返案发现场 回味案发时的场景,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快感 第三,当地的一名老船夫平时喜欢将船只停靠在案发的桥下过夜 可是,案发之后,这名老船夫就离奇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巧合的是,老船夫有着偷窃前科,而死者莫莉的钱包又被人拿走 那么,老船夫会不会跟此案存在关联呢? 基于以上三处疑点,摩斯认为 莫莉之死不太可能是一起小情侣间的争执引发的命案 换句话说,被四叔锁定的头号嫌疑人卡尔应该不是本案的凶手 摩斯随即将自己的推理结论,上报给了警局局长 局长认为,他的分析颇有道理,便随口让其重新调查此案 这让四叔的老脸有些挂不住 毕竟摩斯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如今,徒弟完全否定师父的调查思路,自然让四叔心里很不痛快 师徒关系因此闹得比较僵 在此后的两天里,摩斯的调查也没能取得什么新进展 就在他陷入郁闷之际,一个名叫金姐的心理研究员主动打来电话 声称,有案件的相关线索要向警方提供 谁知,等到摩斯如约见到金姐时 金姐却面露尴尬地表示 打算向警方提供线索的人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一名研究对象 此人原本答应向警方提供线索,可是后来又临时改变了主意 而根据保密条例,金姐不能向摩斯透露这名研究对象的身份信息 不过他承诺,回去后会继续劝说此人配合警方调查 能不能有结果,第二天再给摩斯打付 白跑一趟的摩斯,心情变得更为郁闷 随后,他决定,只身去听一场露天音乐会放松放松心情 在音乐会现场,摩斯不禁想起了自己在威尼斯度假时 结识的一位漂亮小姐姐 两人正式在音乐会上认识 之后就春风几度,一起睡了好几晚 直到此刻,摩斯仍对这位小姐姐的温情念念不忘 就在他想入非非的时候 一名小毛贼假装不小心撞到他 并顺手偷走了他的钱包 摩斯立马反应过来,旋即追了上去 可惜没追多远 站五张摩斯同学就被路人半倒在地,追丢了小偷 这时,一名留着胡子的男子走上前 询问摩斯是否需要帮助 摩斯刚要表示感谢,就一眼认出了胡子男 此人名叫胡安,是摩斯的大学同学 两人多年未见,摩斯兴奋之余 也就将丢钱包的事抛出脑后 跟胡安续集就来 老同学之间谈天说地 彼此尽情回顾了大学时的美好时光 直到很晚才各自心情愉快地分手告别 没想到,摩斯的好心情只持续了短短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接到了另一起死亡案件 此次的死者,居然是昨天约见摩斯的心理研究员金姐 金姐是在自己供职的研究院里坠楼身亡 案发期间,研究院的其他工作人员都已下班 因而没有人目击到她的坠楼过程 但警方在勘察现场后 认定金姐是被人推下楼摔死 而非自杀身亡 因为,她的胳膊上留有被人用力抓握的瘀青 此外,金姐的尸体下方压着一支钢笔 钢笔的笔尖有些分叉 显然是长期书写造成的魔耗 钢笔上只有金姐本人的指纹 应该是她自己的私人物品 由于金姐是在打算向警方提供线索时 突然遭人杀害 因而,摩斯不得不怀疑 杀害她的凶手和杀害莫莉的凶手系同一个人 果真如此的话 凶手又是如何知道金姐联系了警方 并打算提供线索的呢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此人就是金姐身边的人 所以,对金姐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基于这个推论 摩斯随后排查了金姐的人际关系 结果发现金姐长期沉迷科研 交际圈子非常简单 与其交往密切的 就只有研究院同一个项目组的三名男同事 他们分别是 满头银发的项目组组长白教授 年长的组员胡舒 以及年轻的组员卷毛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三个人跟金姐之间都存在矛盾 胡舒嫉妒金姐的才华 长期在工作中排挤和贬低她 卷毛以前追求过金姐 在遭到拒绝后 两人之间就生出嫌隙 至于项目组组长白教授 是一个长期对女性存在偏见的直男癌 在她看来 女人就应该待在家里相夫教子 根本没必要出门工作 像金姐这种潜心搞科研的女人 在白教授心目中纯属异类 不久之前 金姐凭借着靓丽的外表和过硬的专业知识 被电视台邀请作为科普节目的嘉宾登上电视 这件事不仅让胡舒恨得牙根痒痒 也让白教授大为不爽 白教授认为 金姐抢了自己的风头 还因此跟她大吵一架 闹得研究院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两人关系不融洽 这样看来 金姐的这三名男同事都有杀人动机 摩斯于是重点排查了三人的不在场证明 胡舒和卷毛都声称 案发时自己独自待在家里休息 两人都无法提供靠谱的时间证人 白教授倒是有时间证人 就是他的妻子白沈 白沈声称 案发期间 白教授和他一起待在家里 在接受摩斯的问讯时 白沈还面带卑微地拿出笔和支票本 让丈夫白教授签署一张支票 好让他前去肉铺买肉 白教授一边在支票上签上大名 一边不无得意地向摩斯传授婚姻秘诀 在他看来 男人在婚姻中要同管家里的一切开支 以免妻子在外面乱花钱 摩斯实在看不惯白教授的这副嘴脸 所以在核实完对方的不在场证明后 就匆匆告诉离开 当天晚上 摩斯在翻阅案件资料时 老同学胡安忽然造访 前来找他一起喝酒聊天 胡安在无意中 看到了案件资料中 第一名死者莫莉的照片 莫莉脖子上留下的勒痕 引起了他的注意 胡安一眼就认出 这道勒痕并不是普通的绳索留下 而是有人强行在扯下死者的项链时 留下的痕迹 胡安在少年时期 生活的城市治安极差 经常发生抢劫案 歹徒们在强行扯下女性佩戴的项链时 都会在受害人的脖子上 勒出一道类似的勒痕 为了验证胡安的推测 摩斯随后走访了莫莉的同事 结果得知 莫莉在案发当晚离开酒吧时 脖子上确实戴着一条价值不菲的新项链 据说是他刚刚收到的新年礼物 看来 莫莉脖子上的勒痕 确实是凶手在扯下项链时留下 难道这真的是一起普通的抢劫杀人案吗 那么这起案件 跟第二名死者金姐又有什么关系呢 满腹疑惑的摩斯 独自来到金姐独居的公寓查找线索 从金姐的笔记本上 摩斯找到了金姐提到的 那名研究对象的姓名和住址 此人名叫沙妹 是一名二十多岁的餐厅服务员 寻着笔记本上的地址 摩斯很快找到了沙妹 据他透露 金姐所在的科研项目组 研究的主要课题是 人类是否真的存在超能力 而沙妹从小就能看到一些奇怪的画面 这些画面往往真实存在 而且不是发生在沙妹眼前的事情 简单来说 沙妹觉得自己拥有千里眼的特异功能 她也因此成为了金姐和白教授项目组的研究对象 莫莉遇害当晚 沙妹就曾看到凶手行凶的画面 不过她当时并不知道 自己看到的是莫莉的遇害过程 直到第二天看到新闻报道 沙妹才意识到自己看见了凶案现场 并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了金姐和白教授等人 但白教授、胡叔和卷毛三人都不相信沙妹的话 只有金姐认为她所言属实 并鼓励她向警方提供线索 沙妹原本答应了金姐的提议 可是后来又临时变卦 因为她担心警方不相信自己 反而会怀疑她和凶案有关 更何况她看到的都是一些碎片式的画面 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看清楚凶手的容貌 即便向警方一五一十地描述出 恐怕对破案也没有太多帮助 沙妹的这番证词搞得摩斯哭笑不得 她自然不相信对方拥有千里眼的超能力 在她看来 沙妹只是根据新闻报道中对案件的描述 在自己脑海中幻想出了凶手作案的画面 就在案件的调查再次陷入僵局的时候 又有目击者向警方提供了两条新线索 第一条新线索是 在第一名死者莫里遇害的桥下 出现了一个变态的六鸟男子 这会天天晚上光着屁股躺在桥底下 只要有女性从旁边经过 她就会冲着对方吹口哨 但警方调查后确认 两起命案发生时 变态六鸟男都有不在场证明 并且她的骚扰行为 也没有对过路的异性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所以警方只是对这祸口头警告了事 另一条新线索是 莫里遇害当晚失踪的老船夫 被人发现猝死在自己的船上 死亡时间正是莫里遇害的当夜 死因则是酒精中毒 摩斯在勘察现场时 在老船夫的船上 找到了莫里丢失的钱包 但却没有发现那条被人扯走的项链 由此看来 杀害莫里的凶手应该不是这名老船夫 老船夫只是在莫里遇害后 顺手拿走了她的钱包 然后匆匆逃离现场 在自觉安全之后 老船夫或许想喝点酒压压惊 又或许是要喝酒庆祝自己 得到一笔意外之财 结果却因酒精中毒不治身亡 如果这番推理属实 那么杀害莫里的凶手 就不是为了抢劫 否则 对方不可能只是扯走项链 而没有带走钱包 此外 摩斯在莫里的钱包里 翻出了一个人的名片 此人正是第二名死者 金姐的同事卷毛 卷毛同时认识两名死者 嫌疑陡增 摩斯于是直接将其叫到警局盘问 卷毛承认自己认识莫里 据她交代 在追求金姐遭到拒绝后 她就盯上了酒吧女招待莫里 在她的猛烈攻势下 莫里很快就范 可见莫里的男友卡尔怀疑女友令结新欢 原来真有歧视 只是卡尔尚不知道 莫里的新欢是卷毛 而莫里案发当晚佩戴的项链 也是卷毛送给她的新年礼物 不过卷毛一口咬定 自己和梁起命案无关 虽然金姐追楼时 她没有时间证人 但是莫里遇害期间 她正跟几个朋友 一起参加跨年活动 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摩斯随后核实了卷毛的证词 发现她的确没有杀害莫里的时间 眼见案件调查又要陷入僵局 昏头胀脑的摩斯 只得将目前掌握的信息 全都梳理了一遍 终于发现了一条 一直被人忽略的线索 那就是金姐死时 身下压着的那支钢笔 要于钢笔上只检测到了 金姐一个人的指纹 因而摩斯此前想当然地认为 这支钢笔就是金姐本人的物品 可实际上还有另一种情况 那就是钢笔可能是金姐在坠楼前 从凶手身上扯下的物件 凶手之所以没有在钢笔上留下指纹 只是因为其工作环境 要求佩戴手套 比如像金姐这样的科研人员 在工作过程中就需要长期戴着手套 也就是说将金姐推下楼的凶手 很可能就是她的某个同事 如果钢笔真的是凶手的物品 而这支钢笔又因长期使用有所母号 笔间有些分叉 那么用它写出的自己 必然会出现重影现象 如今只要比对一下金姐同事们的手写字击 或许就能锁定凶手 想到这里 摩斯再次赶到金姐供职的研究院 并从门房大爷手中拿到了工作人员的签道表 签道表上的签名 大多都是由工作人员用本人的钢笔所写 摩斯很快发现 在金姐遇害之前 只有白教授的签名字迹有重影现象 摩斯不得不怀疑 将金姐推下楼的凶手 就是这个直男矮白教授 白教授在行凶时 插在口袋里的钢笔 被挣扎中的金姐扯了下来 或许是太过紧张 白教授当时没有意识到钢笔被金姐扯走 又或许他发现了钢笔丢失 但担心下楼翻动尸体 会留下更多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所以没有及时将钢笔拿走 至于白教授的不在场证明 恐怕是他威胁妻子白婶做的伪证 想通一切之后 摩斯立即将自己的推理结论通报给了四叔 两人随即一起赶往研究院 打算将白教授带回警局盘问 与此同时 白教授正将沙妹约到自己办公室 准备用一根领带将其勒死 正如摩斯的推测 白教授就是杀害金姐的真凶 他担心沙妹通过千里眼的超能力 看见自己的行凶过程 因而想要杀害对方面口 看来白教授还是有点相信 沙妹真有特异功能 好在摩斯和四叔及时赶到 救下了沙妹 被抓现行的白教授 只得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白教授不仅对女性存在偏见 而且还是一个普性男 他一直觉得金姐被自己的魅力折服 想要勾引自己 所以在案发当天 白教授以加班为由 将金姐留到最后 并打算趁着同事们都不在 想跟他玩点刺激游戏 结果遭到了金姐的激烈反抗 白教授在恼羞成怒之下 竟直接将金姐推下楼摔死 尽管承认了杀害金姐的罪行 但白教授坚称 自己跟莫里的死毫无关系 摩斯本来不太相信他的话 哪知 就在白教授被捕的当天晚上 牛津市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此次的死者是那位喜欢对着女性吹口哨的变态六鸟男 正或当晚又一次跑到桥下六鸟石 被一个黑影一刀封喉 那么杀死六鸟男的凶手是谁 对方和杀害莫里的真凶是同一个人吗 而这一次 沙妹是否通过千里眼的特异功能 看到了凶案现场呢 所有问题的答案 只能等到下一个案件才能解开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摩斯探长前传第七季的第一个案件 沈玉 这一季总共只有三个案件 而且跟前几季有所不同 这三个案件彼此都或多或少有所关联 我们也就无法通过一条视频 揭晓全部真相 实属抱歉 预知后事如何的小伙伴们 不妨再多等几天 天成会很快将这一季的故事全部讲完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推理太岸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下期见咯